在本届的电视节上,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境外的影视制作机构和播出平台寄计一堂,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丰富的迎评大餐。 除了县礼剧、古装剧、偶像剧的扎堆宣传,不少境外优秀影视剧作品也在电视节上大受青睐。 在电视节开幕首日,泰国电视剧花环夫人主角Om Captain Penn到场造势,给首次迎来泰国明星的上海电视节带来了独特的异国风情。 该剧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三段爱情故事,以及伤痛后的坚强,展示了一个完美女人的魅力。 Om因为有着一张饱满俏丽的脸蛋和性感风唇,被誉为泰国版舒淇。 由她主演的甜心巧克力《明天我依然爱你》《出逃的公主》都曾在国内热播,而被观众所熟悉。 此次是Om首次来华,现场除了感谢中国粉丝们对她的喜爱, 还大方透露了自己所钟爱的影视明星,并期待和他们有影视方面的合作。 我喜欢周星驰。 周星驰。 她觉得她很逸柔和喜欢。 然后我喜欢看她的感觉。 我喜欢看她的感觉。 当她看她的感觉,她看她的感觉。 我喜欢看她的感觉。 谢谢大家